张军宁自爆早餐饭量惊人,每天睡觉都是为了起床吃早餐。 我们都知道张军宁素有台湾第一气质美女之称,更因为她有着很高的学历,也被关于了演艺圈女学霸的标签,但是这样的一位演员,还特别的容易相处,是娱乐圈中备受称赞的优质女演员。 她还毫无任何的明星架子,在某次采访的时候,她还自爆自己是个泛量惊人的吃货。 每天的早上起来都会给自己煎一块羊排,而且是很大的一块,比和远东的晚餐吃的还要多。 我们每天晚上是因为困了就要睡觉,可张军宁却与众不同,她睡觉是因为可以早点到早上,然后就可以吃东西了。 每次她特别累的时候,都是很期待早餐的这一顿饭,吃早餐成了她睡觉的唯一动力了。 可如果出差到了酒店,没办法自己煎羊排了,那她每次都会在早餐的时候点上三个人的份量,然后她一个人将这些东西全部吃完。 这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做法,也打破了很多人对张军宁的印象,觉得她应该是一个淑女,可没想到她却是个女汉子。 所以,很多时候的我们,可不要被女生的形象所欺骗了,她们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